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从今年底开始雇主就必须让女佣每周休息至少一天 雇主和女佣又可以为此做出哪些准备呢 马上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 首先欢迎的是家庭佣工中心的主席杨沐光 以及外籍女佣援助与培训协会助理总监庄国龙先生 两位好 大家好 去年因为这个疫情导致女佣工不应求 女佣和雇主因为薪资或者是转换雇主等问题发生纠纷也实有所闻 但是人力部的最新调查却显示 女佣和雇主的满意度都是有所提升的 分别是达99.2%跟85.2% 那么对此杨主席您怎么看是否会感到意外呢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会太过意外 因为基本上在新加坡 绝大多数的雇主对待他们的女佣都是相当的公平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女佣从家乡来这里 帮他们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 那一般上从这个报告上可以看得到 绝对的基本上一些过去的这种好像个别的个案还算是比较少数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疫情的过程虽然说问题比较多 但是也更加强了每个人对这个雇佣关系 应该要更加的和谐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实际上呢 两边的这个关系其实都有了更好的这个改进 其实雇主跟这个女佣双方的这个满意度提升 大家都乐见其成都是个好事 庄先生据你的了解和观察 疫情给本地的雇主和女佣带来了哪些方面的改变 那么哪些因素又是让两者的满意度在疫情期间反而有所提高的呢 在疫情的时候很多雇主因为在居家办公嘛 然后他们就见到他们的那些女佣在家里工作 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女佣工作都是很轻松的 其实不以为然 他们在居家办公的时候看到女佣都很 其实都挺辛苦的在为他们的家里的不止家务事 或者是家里人员努力 然后尽量帮助他们的雇主 解决他们的一些烦恼 所以他们在疫情期间都觉得很欣慰 然后也从而减轻了这些雇主的压力 然后他们也开始对待对他们的那些这些女佣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他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也有多少都有点改变 而且是从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像他们会慰问他们的那些女佣 你怎么样你会不会很辛苦 需不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休息等等的 根据观察也多了一些宽容 然后也更多一点了解 没错 但是之前在网络上也流传了一个视频 就显示雇主 对没错 这个视频就显示了雇主和女佣定下了12项规矩 就包括不能锁门 平时只能在闭路电视的拍到的范围内能够活动 而引发了热议 不少的网民就认为其中的一些规矩是较为苛刻的 那么庄先生 是否你在你们那个中心也收到类似的反馈 而通常你们接到这样的一个反馈的话 你们的处理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刚才你们程序的刚才的那种情况 其实是很少之又少的 很多雇主都不会去真正设立一些条规 来限制他们的女佣 反而 而且他们就算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跟女佣的关系 会比较融洽点 然后他们工作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多少设立一些规则 好像比如说 需要保持你的环境清洁 或者是你需要照顾 你家里的成员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等等 可是都不会是到很严厉 很苛刻的那种范围里面 所以那位雇主所限定的那些规矩 其实是少之又少 简直是 可能万里从一 可能一百个 可能就唯一的一个 或者是根本就是没有 而在我们会所里面 我们很少见到 因为这些苛刻的规矩 而使员工 使他们的女佣 觉得他们很约束 或者是觉得 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干扰之类的问题 所以照庄先生来说 在本地苛刻的一些规定 还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以一般的情况 杨主席 我们知道雇主跟女佣 对一些事情要做出约定 在本地还算是常见 照您看来 什么样的规定 算是超出合理的范围 那么雇主在定规矩的时候 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因为家庭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工作场所 所以我觉得雇主 在这方面要有同理心 因为他必须要 不断地告诉自己 要强调就是说 这些女佣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够 很好的放心的 有这样的双心的家庭 能够出外去 安心的这个工作 那在很大的程度上 我们虽然可以设定 大家一定是必须什么呢 必须两边都沟通过 大家都得到共识的 这样的一种规定 会是比较和谐的 因为如果这个关系不和谐 雇主必须要清楚地了解到说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照顾我的 是我们的自爱 他们照顾我们的长辈 照顾我们的小孩 照顾我们的家庭里面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跟他们的关系 搞得不好的话 或者是我们对他们太苛刻 那实际上万一 如果他们也对我们 苛刻起来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我觉得 很大的程度上 必须要两边 要不断地沟通 那如果要设定 任何的条款 都应该要互相地 得到共识 那如果雇主 在这方面 有任何不了解的话 就会是不清楚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什么是严格 什么是不严格的 可以打我们CDE的热线 来向我们咨询 所以我们也看到近年来 本地有更多的女佣 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里面 杨主席你看一下 他们一般会碰到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而如果说碰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雇主平时又能做些什么 来提高女佣 对于诈骗案的警惕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目前来讲 其实过去这两年 人一部跟我们女佣中心 跟各个其他的团体 都已经为这个方面的问题 进行各方面的疏导 跟教育的工作 所以一般的女佣 在一到新加坡来的时候 就已经能够了解到 我们的确有这种的 诈骗案的情况 他们也必须要了解到 一些理财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个雇主应该要 不时的提醒这个女佣 万一他们被骗的时候的 这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够免疫这个 那我们也会跟警方 更进一步的这个合作 把每一次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有时候真的是 道高于成磨高于成 他们有时候的这个 欺骗的这个伎俩 会一直不断的升级 所以我们也有考虑到 跟各个相关的这个 合作伙伴 特别是警方 跟一些商业伙伴 能够去了解到一些 这个欺骗个案的一些细节 然后我们会不断地通过 我们各个社交媒体 还有我们的这个热线 向这个女佣 来这个做这个教育的工作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雇主跟女佣 必须要以最快的时候 也就是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一怀疑 有可能都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必须要举报 不能再等 其实为女佣增强这个反诈骗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庄先生 其实您所在的外籍女佣援助于培训协会 也为女佣进行了理财的培训 据您的观察 女佣上理财的培训课程的必要性有多大 这会不会影响他们停学工作的表现呢 在我们会所举办的那些理财课程中 我们时不时都会教他们怎么去理财 怎么去分配他们所赚来的那些薪金 如何去有效地去分配 比如寄回家 或者是自己的开销 自己在周末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怎么去友善地去利用这笔钱财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加入一些真实例子 比如有一些女佣 一些方个案 这些女佣是怎么他们很有效地去理他们的财务问题 然后我们也时不时与警方有些很密切的合作 让他们来举行讲座 或者是分发海报 手册之类的去传达诈骗这些层数不穷的那些伎俩 然后要怎么去防范 怎么去避免这些风险 是 其实女佣是我们家务市的好帮手 雇主不防呢 让女佣有更多各个方面的提升空间 这样子才可以跟他们维持一个和睦长久的合作关系 建议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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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社交平台TikTok推出的新滤镜用户能够制作数码版本的分身 模拟面部的表情在短视频中代替自己 稍后的科技点通要带您去看看这个新滤镜到底怎么玩